为庆祝建站13周年 华山基金会麻豆爱心天使站 举办孤老的心愿摄影展 不同于以往的活动形式 透过影像让外界看到 长辈们的生命故事 这次算是特别的 就是透过用摄影棚的方式 那去记录我们可能从长辈的 孤单的一面 到后续就是他们远远走出来之后 然后看到一些不一样的改变 除了服务过程 摄影展也显示在地样貌 有以麻豆第五公有市场 为场景的记录 许多长者也在照片中真情流露 让观展者充满共鸣与感动 就是一个阿嬷 她在说她的过去 笑着她的过去 说到脸上去就爱那张 我觉得很感动 我很爱那张 看起来都是蛮深刻的 因为我们总有一天会走到那个年纪 所以感触很深 孤老的心愿摄影展 虽然无法呈现出麻豆的日常全貌 不过借由影像与展览互动设计 让观展者思考 何谓孤老的心愿 重新正视长者们的需求 孤老的心愿是陪伴 每个人可能都不一样 所以说这个主题也是希望让大家看到 孤老的心愿是什么的时候 然后大家心中会有一些想法 或者会有一些疑惑 我们时续去看到长辈的一个独居的样貌之后 会发现他们真的是很孤单 有一个长辈啦 就是因为疫情期间和新冠肺炎 当时阿嬷进去之后 到后续被发现了肺心为患 然后整个状况就急转直下 最后就是离开人世这样子 就是当时义工啊去医院 看到阿嬷最后一面 然后阿嬷那时候还有第四个情况下是跟我们说 他就说了句我爱你这样子 以服务记录为主题的摄影展相对少见 照片对于认识在地人文故事扮演重要角色 孤老的心愿摄影展以麻豆在地长者为主题 凸显长者陪伴议题的重要性 中正一报 简质量 柯荣荣 台南麻豆报导 中雅的长生